一、月经紊乱,一侧卵巢甚至双侧卵巢囊种,由于并不破坏所有的正常卵巢组织,不多半不引起月经紊乱,有些子宫出血并不属于内分泌性,或因卵巢囊种是盆腔的血管分布改变,引起子宫内膜充血而起。 或由于暖肠恶性盲中,直接转移植子宫内膜组织,因内分泌性肿瘤所发生的月经紊乱,常和病其他分泌影响,二、负为增粗,腹内肿部,是主组中最常有的现象。 患者觉察自己的衣服或腰带显得紧小,方才注意到腹部增大,或在沉间偶然感觉,因而自己按腹部而发现腹内有肿部,加之腹胀不适。 三、压迫症状,巨大的卵巢囊种,可因压迫横格,而引起呼吸困难及心肌,卵巢囊种和病大量附水者也可引起此重症状。 再有的卵巢囊种患者的呼吸困难,是由一侧或双侧胸腔剂液所致,并且往往合并附水。 四、此功夫进一场,那么平时如何防治卵巢囊种呢? 一、保持规律生活,如果经常熬夜,黑白颠倒,容易导致内分泌失调,影响磁性激素的分泌,也会破坏暖潮的正常功能,导致暖潮的抵抗能力大大降低,更加容易引发暖潮囊种。 因此,大家要重视有效的调理方法,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,早睡早起,劳力结合,都有助于调节内分泌和机体的正常功能。 预防卵巢疾病。 二、定期进行妇科检查。 体检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好的监控作用。 如果能半年一次妇科检查,有助于了解卵巢的健康状况,一旦发现卵巢囊种的签证,都能够及早发现及早处理,避免卵巢疾病的恶化。 奋斗时,别忘了保重身体,不要拿健康去换取财富,家人不要你多疯狂,他们只想你健康,愿你我,都能做一个健康生活的人。 从此花开尽好,岁月悠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